1951年出生鼠兔的人运势如何? 其实,一个人晚年生活是否幸福,取决于自己的晚年运势。 如果晚年运势好,那么自己的生活依旧美满。 要是晚年运势不好,那只能独自忍受,到了老年,大家都在关心自己的晚年运势。 那么1951年出生鼠兔的人,在2024年运势会是怎样的呢? 整体运势,鼠兔人在2024年的整体运势还算不错。 大家都知道,在1951年出生的鼠兔人,在2024年已经73岁了。 一方面,鼠兔人本身性格和人格魅力,对孩子的影响颇深。 子女们能继承他们的优秀基因,不管在哪个方面, 他们都会继承父母的优势品质,生活也是过得比较好的。 另一方面,鼠兔人虽然早年比较忙碌,工作上几乎费勤忘食,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松懈,因此孩子的个人发展还是比较好的, 他们也是非常懂事,最后也是非常优秀的人。 所以说,鼠兔人2024年的整体运势还算可以。 财富运势,1951年鼠兔人,在2024年的财富运势非常旺, 此年出生的鼠兔人,天生与财神有着不解之缘,终生会裁员广见, 年轻时是人中龙凤,就算在早年会穷极一时,乃至求财无门, 晚年命运会发生惊天反转,还会遇到一生中的贵人, 在他们的帮忙之下,鼠兔人必定会闲鱼翻身, 保他们后半生可以吃穿不愁,大富大贵。 所以说,鼠兔人的财富运势会非常理想。 健康运势,1951年鼠兔人已经迈入老年生活了, 身体健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,身体健康问题依旧表现良好, 不会出现了很大的疾病概率,但也不要粗心大意, 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才好。 在这一年中,多多吃新鲜的蔬菜瓜果, 保证自己的营养均衡,这样自己的身体健康才可以得到了保障。 另外,对于从事运输行业的鼠兔人来说, 在开车的时候应该注意安全才行,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, 千万不要乱闯红灯。 所以说,鼠兔人在2024年的健康运势也会非常不错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句话, 万事不由人做主, 一心难与命争衡。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, 其实都不由普通人来做主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 与命运争个高下, 那是好听的套话而已, 可实际上依旧争不过天。 项羽败给了刘邦, 自吻乌江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, 然金族困于此, 此天之亡我, 非一战之罪也。 诸葛亮七星灯灭, 星坠秋风五丈远。 临终前, 他感慨, 谋事在人, 成事在天。 算尽前后五百年的刘伯温, 就是算不到自己会被胡维庸毒死。 一切都应了他的一句话, 岂能尽如人意, 但求无愧我心。 其实, 像人生这件事, 本就是很难说清楚的, 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会到来。 既然如此, 我们只需要把握好当下, 那就可以了。 一个人的命到底好不好, 不在于他未来会拥有怎样的结果, 因为这是谁都预想不到的, 而在于他当下究竟能把握怎样的事。 其实, 冥冥中让你遇到这几件事, 是你好命的开始, 让你偶遇机会, 那是你好命的开始。 有一位企业家说过, 站在风口浪尖处, 哪怕是一只猪都能飞起来, 无论在什么时候, 都存在风口浪尖的机会。 但是, 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到机会, 也并非每个人都能把握住机会, 这就注定了有很多人都只能活得平庸。 机会这种事, 对于一个人来说,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。 遇到了, 那是你的缘分, 也是你走运的开始。 而遇不到, 那也是常态。 就拿三十年前的互联网风口来说, 为什么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, 发现了互联网经济, 而多数人都没有发现, 或者选择忽视呢? 一句话就能概括, 发现这个宝藏机遇的人, 那是时代的选择。 他们的眼光实在是敏锐, 胆量实在是大, 那就注定了他们能创造互联网帝国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 道理也是相似的。 能够把握属于自己的机会, 甚至将这些机会利用到极致, 那他们的人生不就逐渐发迹了吗? 让你偶遇贵人, 那是你好命的开始。 一个人在怎么努力, 所能达到的成就都是有限的。 唯有遇到伯乐, 或者愿意提携你的人, 那你才能去到更高的层次, 实现更大的目标。 就拿江子牙和周文王来说, 这两人到底谁是谁的贵人呢? 其实,江子牙是周文王的贵人, 而周文王也是江子牙的贵人。 因为这两人缺了谁都不行, 不过是你成全了我, 我也成全了你罢了。 没有周文王, 江子牙就不可能在古西之年出山, 成就千古之大事业。 没有江子牙, 周文王就不可能打败殷商, 也不可能拥有周朝八百年的江山。 所有的贵气都是相互传递的。 简而言之, 你身上有贵气, 那你就会吸引帮助你的贵人。 你和他相互扶持, 最后共同实现心中的愿想。 有贵人相助, 少奋斗二十年。 而没有贵人相助, 也许一辈子就这样了, 毫无出头的机会。 让你经受挫折, 那是你好命的开始。 在你看来, 一个人历经磨难, 到底是好事呢? 还是坏事呢? 大哲学家尼采说过, 其实人根数是一样的, 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, 他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。 我们受尽磨难, 就是为了把根基伸向黑暗的地底, 这永远都是人屹立不到的基础。 试想, 又有哪一棵参天大树会在风雨中倒下呢? 那些倒下的小树, 大多没有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洗礼, 也没有深厚的根基, 那它们的结果, 除了倒下, 又能有什么选择呢? 树木如此, 人亦如此。 在生活中, 我们遇到不同的人, 碰到不同的事, 历经沧桑, 受尽苦难, 那是给我们厚积薄发的人生铺路。 人历经挫折而不道, 心性超乎常人, 又何谈功业不成呢? 要坚信, 所有的苦都是有意义的。 让你劫后余生, 那是你好命的开始。 一个人最大的福气, 莫过于劫后余生, 大难不死。 意外来到人们身边的时候, 就注定了有些人会离开, 而有些人能够躲避这些意外。 这, 就是人之命运的不同。 离开的人, 只能说是遗憾, 也是命运的不济。 而大难不死的人, 则说明他们还有其他的事要做, 身上的福气也一直庇佑着他们。 罗祥曾说过, 若非命运的庇护, 你早就没了, 你所有的梦想, 你所有对人生远大的一些规划, 都是烟消云散, 都是一个笑话。 人能够成就一番事业, 有些时候靠的, 还真的不是自己, 而是命运的庇佑。 所谓生死有命, 富贵在天。 曹操兵败赤壁, 死在了司马懿之前, 刘备兵败白帝城, 也死在了司马懿之前, 诸葛亮魂归武藏元, 也死在了司马懿之前。 唯有司马懿, 熬死了诸多英雄, 夺了曹魏的江山。 我想, 能够接受命运馈赠的强者, 本就不凡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